来自市兆现年44岁的被告在和5岁小女孩的母亲新婚一个月后 就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到今年4月陆续非礼5岁的妓女 当受害者母亲察觉到女儿面对新继父总是出现害怕神情后 才得知丈夫的罪行愤而报警 地庭法官今天宣判被告非礼罪名成立 必须坐牢18个月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一时贪恋随时会换来14年牢狱之灾 来自吉打亚罗氏打一名37岁男子 被控在上个月14号在一间补习中心前抢劫一名16岁女生 抵出刑事法典392抢劫条文 罪成可判监禁不超过14年合罚款以及鞭吃 被告面对控状扶手认罪 法官则定下个月5号下判 执法犯法最佳一等 吉兰丹一名现年50岁 隶属哥达巴鲁警区毒品罪案调查局的警察 涉嫌向一名毒贩索取1800令吉贿赂 作为不取地的代价 但罪案曝光后 今早在反贪会官员押送下抵达哥达巴鲁地庭 法官最终允准反贪会 延扣险犯直到下个星期二协助调查 刘萧烟 陈一里 擇 鞋子